吉祥瑞,大家好 今天呢,教一教大家 嗯,我们的 这个八字 至少大家懂得 怎么样去了解 我们个人的八字 那么对于 运势 你比较能够 知道如何的搭配,如何 如何的去 做这个 了解 很多人说命呢 是不能改的,这是对的 命是不能改的 八字是不能改的 命是很酷的 说到命这个字啊 真的,是说不完的 但是八字呢 八字不一样,八字 代表什么,就代表命 就代表我们的命 八字是不能改的,我们经常听到 一命 二运 三风水 为什么要说一命呢 我经常教大家啊 为什么要说一命 不是命排第一 而是命是独立体 什么叫独立体呢 独立体的意思 就是自作自受 有些人说我没有做啊 那为什么我会承受到这个呢 是你做了你不知道 那就是你前世所做 如果你不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前世 那你就不相信前天 人有前天吗 有,你拿得出前天 那却拿不出来 你只有用今天来证明 如果我没有今天 又何来的前天 你没有今世 又何来的前世 没有前世 又何来的今世 没有前天 又何来的今天 这个是绝对的 你今天 种一个豆 在一个土上 五天后 的那一天 就变成是前天 那当然 五天后的今天你会看到 发芽了 为什么会发芽 因为前天我中了 大前天我中了 前世我中了 大前世我中了 一个真正 会帮人看命的师父 他一定相信因果 因为因果就是把关啊 帮你啊 把持住你 不让你乱来 法律 对不了 就是没有办法对付谁 遵守法律的人 只要不中恶因 你就不得恶果 所以你一定要很相信因果 要很相信因果 学八字很多 学生都问说 哎 师父啊 怎么样才能把八字学好呢 你要相信因果 你就能把八字学好 你就不敢胡说八道 你就不敢胡说八道 所以大家明白了啊 这个很重要 所以命是独立体的 所以我们说一命 二运三风水 命是独立 所以把它 用一来代表 不是他排第一 不是 不是说他排第一 是用一来代表着他 你的命 是你的 好坏 是制定的 那么运呢 用二来代表运 是代表着 接触 二运 一命二运 二是代表接触 一个人的运好 因为他接触好的 一个运不好 他接触不好的 就是这么简单 往往 原本你的运是不错的 往往你的运是不错 因为你接触了 不该接触的东西 例如不该接触的人 你去认识了 你越交越深 最后呢 把你自己呢 都害得够惨的了 这就是运 也就是说 我们所说的赤藏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 怎么样 了解我们的 这个运势 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命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运 一个命对一个运 就是我有 我的命注定 我是一个 会离婚的人 那你的运 肯定会让你走到那一步 肯定的 你的命注定 你是一个穷光蛋 你的运 就会慢慢带你走入到 那个步骤 那肯定的 你 这一生当中 一无所有 那你的运 也会慢慢带你走到 一无所有的境界 哪怕你是含着金钥匙出身 你的命就会让你 就是你的命的 它的表现就是 你是一个 一无所有的人 家破人亡的人 那你的运 就会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去 那聪明的人呢 就会问自己 如果我不接受运势的安排 那我是不是能逃过一劫 我给你一个赞 如果你会这么想 那就对了 但是 问题就出在 你要等到一无所有的之后 你才知道 原来我是一无所有 要轴机 谋划一啊 如果早早就知道 早早 什么东西都能早早知道 早早知道 世界就没有痛苦了 世界也就不会有穷人了 但的的确确八字 可以让我们早早就知道的 对自己要大方啊 对自己不能吝啬 有些人不信 哪里有人会对自己吝啬的 多的去了 很多人 对自己特别吝啬 今天我要教导大家的 首先呢 一定要懂基本功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叫年 我们叫年 它就代表着年 就代表着年 这个地方代表着月 这个地方代表日 这里呢代表时 大家要记住 一命一运 一个命一个运 当命与运 运只接触到命 命只接触到运 你要从这个人的命 让他改变 他的命不好 你要让他改变 从运开始改 比如说这个人的命 注定一辈子都是 没有前途的 没有虔诚的 不读书的 懒惰的 他的运 就会走向 一些地方让他懒惰 他会认识很多好朋友 会认识很多 去这边玩 那边玩 不读书的 他一定会走到这个地方去 才能完成 他的命的任务 所以命和运 它是结合的 它是结合的 要改变的话 一定要从运改变 在他还没到达彼岸的时候 赶快帮他改变 那就来得及 复杂的是什么呢 这种不复杂 复杂的是 这个人有命运 对不对 这个人有命运 这个人也有命运 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就麻烦了 因为你有你的习惯 他有他的生活 两个人合在一起 有些时候我迁就你的习惯 有些时候我迁就你的生活 当然也有一些时候 因为习惯不同 和生活迁就了太久 而争吵 所以命和运 一个人 命和运两个人 当两个人在一起 就变成双命双运 以此类推 当三个人在一起 就是三命三运 当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四命四运 人数越多 是非口舌越多 这就是家 家庭 为什么爸爸妈妈经常吵架 为什么呢 兄弟姐妹不合 为什么哥哥很讨厌爸爸 为什么姐姐很讨厌妈妈 等等等等 如果这间屋子 只有一个命 一个运 那简单多了 问题就是 这个屋子里面 有十多二十个人 那不免会争吵 这是不免会争吵 因为你有你的命 我有我的命 你有你的运 我有我的运 当有碰撞的时候 就口舌了 就有口舌了 这就是 风水 这就是风水 风如同什么 如同空气 如同 呼吸一样 一个人活着 他就有气 就能呼吸 水呢 就像是雪一样 流动的 所以 一间家有四个人 他住在三房市 有四个人居住 和一间家三房市 三个人居住 和一间家三房市 两个人居住 他的格局风水 是不一样的 哪怕 一间三房市 有三个人居住 另外一间 也有三个人居住 因为八字的不同 所以他们的 风水的格式 他的布局 也就不同 就这样子 好 这是年 月 日 时 首先呢 我们一定要把它分上 上 和下 分上 和下 这个呢 今天我教大家 让你们大家都能学到 放大一点 让你们能够看清楚 上面这四个字 我们叫天干 上面这四个字 我们叫天干 为什么叫天干呢 不叫饼干呢 天之干涩 这个叫天干 天之干涩 叫天干 下面这四个呢 下面这四个 叫地支 这个叫地支 为什么叫地支呢 地支叫地的支配 地的支配叫地支 地的支配叫地支 上面叫天干 下面叫地支 那当然 别忘了 刚才我们说过 这里叫年 月 日 时 当我们要提到 上面这个字的时候 我们就要记住 它叫 年的天干 请你们看看年的天干 你就会看这里了 请看月的天干 就看这里了 但是 月的天干 简称月干 年的天干 简称年干 那就容易懂了 所以这个叫年干 这叫月干 这叫时干 这样子看 那这个叫日干 对 但是正确应该叫命运的主人 哦 原来这个字啊 就是我们的灵魂所在地 我们八字不叫灵魂 我们叫原神 我们叫自己 有些人说啊 命运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上 那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 因为往往 最认识的人是自己 却不能达到自己所要的 那就不属于自己 意思也就是说 你如果真的想控制命运的话 那你一定要先了解你自己 所以命理学很讲究 自度度他 你先把你自己帮忙了 你才能帮忙别人 所以我经常说嘛 真正看命的人 他的日子一定过得比你好 你要记住我这句话 日子过得没有你好 有什么资格来给你看命啊 至少他经验比你丰富 所以大家要懂啊 这些是装不出来的 你是看风水的 你是看命的 你的日子还过得不如我呢 那你还怎么跟人家看风水啊 开什么玩笑 就像是一个健身教练 对不对 从小到大 没有参加过健身比赛 还叫健身教练吗 他怎么做教练啊 从小到大 顶着一个大肚男 那个是健身教练吗 那个是啤酒教练 钢琴老师 对不对 不会弹钢琴 那叫什么 那叫售货员 那叫卖钢琴的 不是钢琴老师 明白我意思吗 那么跟大家说啊 这个很重要 这个代表着你一辈子的五行就是属这个 有些人说我属木 我就属属 我属 其实你自己五行属什么 你看这边才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到现在都不知道你的五行属什么的话 买一张十块八毛钱的命盘吧 跟我们买 每次上课的时候你就能看 现在你没有 没关系啊 你先听 这个是自己 你一辈子都是属木的啦 都属假木啦 就是这么简单 我是属火 那是属火啦 属木 属土 就是看这里啦 从这个地方 我们慢慢推 我们慢慢把它推出来 什么叫推出来呢 什么叫推出来呢 多深入的了解 好 我就简单说一下 比如说这个人属木的 对不对 他是属木的 他在春天出生的 哎哟 那漂亮啊 那这个树啊 这肯定是漂亮的 美啊 对不对 如果 他是夏天的 好热啊 夏天的树木还要说吗 不用说了吧 如果是秋天呢 容易脱发吧 落叶嘛 冬天的话呢 容易被人家拿来 起火 取卵 你看 一个木啊 不同的季节啊 命运就不一样 这就是木 那么你要知道 你是什么月出生的 来看一下 月之 什么叫月之 下面这个字呢 下面这个字呢 叫之 上面这个字叫干 越干越之 年干年之 就是这样简单了 月之 月之有一个名字很好听 叫月王 他是个王啊 为什么说他是王 他如果是下雪 全部的八字就要冷啊 他如果是夏天 全部的八字就要热 所以他是王 就像是我们秋天吃不到橘子一样了 要春天才能吃得到 这个就是 当然现在也有反季节了 也有反季节了 好 让大家都了解明白 现在呢 我们就要 跟大家做这个 功课 主要就是看你是属什么 那有一些 我是属木的 对不对 我是属木 木也有分啊 有分甲木 乙木 甲木 大树 乙木 小草 花 或者小一点的 树 小一点点的树 有些树啊 就长不大嘛 就是 那么一点点 长不太大的那种树 甲木呢 老树 大树 我们起伙的 那些工具啊 那些木啊 就属于是乙木 我们种在家外面 我们有时候啊 住家啊 外面呢 我们养青龙 对不对 那个呢 就叫做乙木 有些人喜欢把一些植物啊 放在 他的房间 放在他的客厅 放在他的办公室 那个呢 都叫做乙木 啊 都叫做乙木 那么甲木 生在什么月份 你们一定要记住啊 第一 你的五行是什么 第二 你生在什么月份 你看这个甲木 生在什么月 八月 八月什么季节 秋季啊 秋季 今很旺啊 秋季今旺 如果你们经常有去旅行 就能看到了 四季国家 秋季啊 哦 他的风景特别好看 而且凉凉的 啊 他的秋风啊 凉凉的 特别好看 那么我们都知道了 啊 月份啊 秋天 秋天 落叶嘛 所以呢 如同啊 刀一斑 他的 他的风啊 就如同刀一斑啊 吹一下 吹一下呢 叶子就会落叶了 落叶不是死哦 啊 所以啊 春夏秋 秋天的甲木 见落叶 容易伤感 外表开心 但是内心容易伤感 啊 所以大家要记住了 啊 所以这个就是啊 甲木 生在什么月 啊 生在什么月 你都要注意 那么四季呢 我们说春 春就是正月 二月 三月 农历的啊 啊过年咯 拿红包啦 二月 三月 三月清明 上山拜拜 正月二月三月 叫春 四月 五月六月呢 叫夏天 七月 八月九月 叫秋天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寒冷啦 冬天 所以你到底五行属什么 你出生在什么地方 很重要 啊 那如果我是 是 乙木 乙木 乙木是什么呢 乙木就是 我们种的菜啊 你也可以说是乙木啊 我们的小草 你也可以说是乙木 我们打高尔夫球 不是有那些草吗 那些草很贵的啊 那叫乙木 那乙木 生在春天 那当然是好啊 春天是正月二月三月 那就很好啊 为什么呢 春天是他的季节啊 春为木 春天为木 属乙木 甲木 生于春天 那是好事 也不可以说全好 但大致上都是不错 那么 如果乙木 生在四月 五月 六月 五是什么呢 五就是五月嘛 四就是四月嘛 四月 五月六月 那就是 那就是 夏天 夏天是什么呢 热啊 那不用说嘛 夏天还会下雨吗 下雪吗 热 那么乙木生在夏天 大热天啊 特别是四五月的时候呢 很热的时候 他需要什么 需要水啊 需要水的滋润啊 所以 给他水 的这些人呢 他会不会感恩他 肯定会感恩 我是乙木 对不对 嗯 那 在那么热天 你给我这些水 我是不是要很感恩你 是还是不是 是 亚巴 是还是不是啊 是 一个说一个不说 一个不说一个不说 两个是 是 需要感恩 是不是需要感恩啊 需要 不对啊 八字不是这么看的 他给你水 水 是为了拥有你啊 在夏季四五六月 为什么他要给这个 乙木水呢 因为他要你长大 长大了之后呢 他要拿你拿来吃啊 拿你来卖啊 你听得懂 你就知道了 乙木者 特别讨厌人家利用他 特别容易给人家利用 所以做事做物 无论做什么事情 他不利用人 但是他却不喜欢给人家利用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 人家 人家 对你有恩 他必定要有回报 这个就是 乙木生于四五月 夏季 啊 所以要怎么办呢 这样子的八字啊 就要随遇而安了 我值钱嘛 你才会要我啊 我不值钱 那你为什么要要我 只要有这样子的 心态懂得怎么样安慰自己 甲乙之木 身在夏季 是不错的 那甲木乙木啊 很容易起火 在夏季这个时候啊 是最容易起火的 起火是什么意思呢 脾气不好 蹦一下火就来了 蹦一下火就来了 脾气不好 所以从小到大要懂得 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情绪 乐观是挺乐观的 啊 但是 不要在 这个 伤口上撒盐 不要再提起过去 那就是对的了 所以要记住 只要大家大概的知道 八字原来是这么样的 一个一个说法 啊 啊 我们说大树底下好成凉 所以乙木需要人家的称赞 也是需要人家的爱 更需要人家的疼 啊 这就是乙木 疼起来像个小王子 疼起来像个小公主 但他最主要的 还是希望有进取心的阳光 进取心的土壤 来帮助他 所以啊 乙木的人不喜欢欠人家人情 但偏偏啊 人家会 因为帮他一点点 就 就一直挂在口中 一直说 哎呀我曾经啊 帮过你啊什么 他最不爱听 所以这个就是乙木了 所以大家要记住了啊 一定要记住啊 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八字 当然还有很多 年 年代表国内 时代表国外 啊 你在国外发展好 还是国内发展好 有些人脱胎换骨 他在国外发展 之后呢 他的人生啊 就完完全全 有了一个大的变化了 啊 我如果讲的太深 我简单一点说 有一些人出了国之后 五年呢 五年呢 没回国 出国 回来之后 他的日语啊 特别好 为什么 雅巴 想学不敢说 为什么 因为在国外可以跟 因为他去日本嘛 就好啦 是不是不应该想太多 对不对 因为答案太简单了 但是却往往想不到 这就是啊 他去了国外 五年后 回国 哦 他的日语很多 所以细心的人 一跟他讲话 啊 或者看到他讲微信 哈咯 我 你这五年是到日本啊 你看 这种人就是会学八字的人 因为他很细 看到他的饮食习惯 都有一点改变了 那我们再说 另外一种方面啊 五年不回国 一回国之后呢 你会看到他 满身都是文身 讲话特别粗鲁 那你说 他可能五年 在那个国家做老师吗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就从 他的现在 就知道他的过去 当然我们 再细推 就能推到他的将来 就像这个小孩 从小就很爱钢琴 对吗 但是他长大后却 不能做钢琴老师 或者钢琴家 为什么 因为中间没有练啊 所以他只有洗 而不练 那么将来就不会祸 八字就是这样 你一定要知道 你的八字洗 金 水 木 活土 然后呢 你要练 最后你才会得 这就是八字 那谁会告诉你 你的八字适合什么 你适合水 适合金 适合木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啊 那就要有一个老师 来跟你说 但是首先啊 我们要驾车 不管马来西亚 不管中国 不管新加坡 驾车是不是要考 那基本公司 是不是要考 要看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标志 什么 指示牌 这个要停 你有没有知道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哎 这个是停 这个是 减速 对不对 那个是什么 斑马线 那个红绿灯 我们要会看这个东西 这样才安全吗 那别人不看来创我们是他的事 但我们至少我们要懂 该停的时候停 该冲的时候冲 是不是 这个就是指示牌 好 考车一定要看这个 一定要学这个 他不可能 一考车就让你来 坐在车上驾 不可能 你一定要先读 我们叫highway 什么 我们新加坡叫什么 高级理论 所以开始先要读 一个初级理论什么 然后在高级理论 先懂这些东西了 之后才去驾车 中国是这样吗 中国是有家校专门学习的 对就是 你一开始还没有 不可能让你驾吧 不可能 现在理论 理论对不对 一样是理论 马来西亚呢 马来西亚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理论先上课了 对 就认识那些东东了 对不对 八字也是一样 如果你真的想要 会驾驶你的命运 你就一定要懂得看 这些指示牌 这样说就懂了吧 这什么 这是人水 这什么 这是己土 这个什么 假木 假木是什么呢 我的命 我的运 我的元神 所以一个人会倒霉 是因为你控制不了 你驾驭不了 你自己的元神 你如果是假木 你驾驭不了假木 你就一辈子苦 你如果是乙木 你驾驭得了你的乙木 你一辈子 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 因为你驾驭得住 驾驭不住你就不行 但在驾驭他的时候 在驾车的时候 先把你的理论给读好 听得懂的 现在马上就 感觉特别开心 因为他终于听懂这些话了 听不懂的呢 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是 你放弃了你自己 因为这些理论是死的嘛 他不是活用的 他是死的 你只要把他备好 来 我们今天 让大家 学一学 不管是年月日时 大家要记住 要记住啊 好 当我们看到 我们的八字出现了 这几个字啊 来我们的 我们写啊 写出现这几个字啊 夹 夹 以 丙 丁 物 好 注意啊 出现这几个字 夹以丙丁物啊 嗯 嗯 己 这个是根 心 人 鬼 这个字读鬼啊 不读葵 好 要记住 不管你的八字 上面这四个字 是哪一个字 你都要小心 啊 你都要小心 小心什么呢 啊 如果是假 啊 如果是假 那千万不要遇到什么字 不要遇到这个字 叫做根 啊 也不要遇到这个字叫悟的 这两个字你不要遇到 啊 那 同样 如果是这个 这个 以呢 嗯 以的话 那要记住 好 不要遇到 这个 我们叫己 也别遇到心 啊 那么如果是丙的话呢 不要遇到 人 不要遇到人 也不要遇到根 啊 根 欸 不要遇到人 不要遇到根 那如果是丁的话呢 就不要遇到 鬼 啊 也不要遇到 啊 也不要遇到 心 啊 不要遇到心 啊 不要遇到心 那么如果是悟呢 悟 啊 现在就 直接告诉你们五行 啊 五行 不要遇到 木的五行 欸 凡是有木的 你就不要遇到 因为他会克你 啊 啊 也不要遇到水 啊 也不要遇到水 因为他会克你 啊 现在改成 跟大家说 这个五行啊 啊 那么这个呢 嗯 也是啊 也是一样 不要遇到木 啊 也不要遇到水 因为他会来找你的麻烦 啊 啊 这个根呢 就不要遇到火 哎 不要遇到火 因为火会克金 也不要遇到木 因为木会 金会克木 这里呢 就一样啦 哎 这个就一样啦 那如果遇到这两个呢 人呢 啊 啊 人 不要遇到饼 啊 人 因为水火嘛 饼是火嘛 水火 啊 也不要遇到物 啊 那么鬼呢 不要遇到丁 也不要遇到吉 哎 这样子 容易多了 啊 遇到这一些啊 就会对我们的八字就不好 你就要看看你的八字 啊 比如说这个人的八字 那我们先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的八字啊 你看 人 己 假人 好 那我们呢 先彩色一下啊 他是人己假人 好我们彩色 假 他有没有假 有 哎 还有呢人 哎我们彩色一下 人己有吗 己有 哎 人己假人 看到吗 他就遇到这个 所以他的八字 就千万不要遇到这几样东西 好 那么这个五行啊 啊 我就写下来 这个五行 让大家懂一懂 这个呢 这两个啊 就是木 这两个是木 这两个呢 是火 丙丁就是火 啊 物是土 己是土 根心呢 根心呢 是金 人鬼呢 是水 看到吗 这样你就会知道了 啊 假以为木嘛 丙丁为火 物己为土 根心为金 人鬼为水 你就会懂了 所以你的命格 不要遇到这几样东西 啊 这个人的命格 啊 好 这个是第一段啊 那么第二段呢 第二段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地支 啊 这个叫地支 来 现在我们 嗯 嗯 我们把它给遮起来 啊 就是现在你们看的是这个啊 下面的这一行啊 下面这一行 记住啊 上面不要看看下面的啊 深深有五 我们看这个 那这个就很容易懂了 这个就很容易懂了 啊 来 如果 你的是子 啊 我们是这样 子 丑 牧 铁 毛 沉 四 五 要写在这里啊 五要写在这里 五 胃 生 有 这是虚 这是害 好 记住了 当你是子 就不能遇到 五 当你是丑 就不要遇到 胃 当你是银 就不要遇到身 当你是毛 就不要遇到有 就是往下 所以你们要写子丑银毛成是 五要写这里 这样子排你就比较容易懂 是的就不要遇到 这个害 当你是五 也就同样不要遇到子 当你是胃 就不要遇到丑 当你是生 也一样的 不要遇到银 当你是有不要遇到毛 当你是虚不要遇到尘 当你是害不要遇到 是 这个就容易了 很容易懂 首先 大家要记住 把这两个 我只要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我把这两个你看 把它合在一起 这样子合在一起 大家看到吗 小一点点 你看 我把上下合在一起 那最重要的现在是 你的八字有这个人 对不对 大家自己看你的八字 是不是有这个人 我看看一下人 那有没有遇到丙 有没有遇到物啊 这个字 有没有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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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一点点 还好一点点 但是 没有遇到 有没有遇到这个 你看啊 这个人啊 丙和物有没有 没有 还好 还好 不错 那么 这个 几啊 有没有遇到木 和水呢 木和水 有啊 在他旁边就有一个水 这里呢 这里还有一个木呢 这里呢 这里还有一个水呢 哎呦 他怎么遇到那么多了 他这个几啊 遇到了木和水啦 上面啊 所有的木水啊 就他不喜欢 他不喜欢 他不太喜欢木和水 嗯 那 他的财 他这个人的财 他的事业 就会有很多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那写着正财嘛 你看 你这样看就知道准了 好 再看看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是五对不对 啊 五不是我写了 看看这边啊 这个是波写的五啊 好 那这个五呢 这个五 有没有遇到子呢 没有啊 好 就不用管他了 好 这个是什么呢 有 有是这里啊 有没有遇到毛呢 没有啊 没有就不用管他了 生 在这里 生 有没有遇到银呢 没有啊 没有就不用管他了 理解了哈 好 这个是最基本不能有的 有的话哈 那就麻烦多多 哎 麻烦就特别多 好像他的事业就特别的 多 障碍 不是不好啊 障碍不是不好 嗯 他又能够有耐力 啊 好了 大家看到了啊 明白了 还有一个是最简单的 啊 比如说你看啊 这个八字是人 人 就不要遇到一样的 啊 比如说你看 这个是人 这个也是人 两个是一样的 啊 两个是一样的 那 会壮大 这个水的力量 别忘了 是叫天干 天干 有两个一样的 两个一样的 那会壮大那个五行 所以他的天干 两个人嘛 那会壮大 这个天干的水的五行 那么地质有没有一样的 有 有这两个一样的吗 是不是啊 这两个 诶 这两个是一样的 那么这两个一样 代表什么呢 壮大了金的五行 壮大了金的五行 那这个人属什么呢 属木对不对 来我写大一点啊 这个人的五行属什么 属木上面壮大了 两个字是不是一样的 人水人水 所以呢 他有双水 双水 壮大了 水生木 他底下有多少个金呢 两个金 严格五行上呢 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有三个金 这个是三个金 三个金 三个金 对谁不利呢 金克木嘛 对不对 金会去克木 那当然对他不利了 这个霸子 对这个人不利 啊 三克 三克 双生 那么金也会来生水的啊 所以金 生水 水 生木 但是三金 必定克木 因为只要把木 给克死了 水就不用去帮他了 我简单说啊 有些人呢 养母亲 养父亲 因为父母经常给他很多的烦恼 也拖累了他 有些时候啊 他们心里面暗暗的都这么想 希望说他的父母啊 赶快离开他吧 这样他嘴巴说 他的母亲他的父亲 还能够比较开心 不用受病魔的折磨 啊 实际上呢 实际上他是觉得麻烦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绝对有 就变成是一种拖累 所以金会觉得木是拖累 金啊 觉得木拖累谁呢 木拖累了水 水要一直去付出 水木拖累了水 如果木不在了呢 水就好多了 啊 木不在呢 水就好多了 水就不用去生木了 好 所以啊 金的想法是很特殊的 我们就要知道 这个人的八字 金到底是属于什么 金 对他来说 就是属于观撒金 啊 就属于是观 属于撒 撒七撒 官正观 官撒心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有权力的人 比如说他的老板 他的老板 他如果问 师父啊 我的工作为什么啊 每次被老板压着 啊 你就知道金科木嘛 所以被老板压着 那么要怎么样帮他呢 用水 用水来帮他 那比较好 因为 只要 他能够用到水 他的这个 官撒心 就会去生水 而不会来克他 但是他如果 不会 用水的话 不会讨好水的话呢 那老板的想法就是 把你给杀了 那就减轻水的负担 如果他做的 他这个八字啊 他本身自己 会懂得怎么样去用水 他在事业上就会很顺 因为金会生水吗 水的母亲是谁 是金啊 金生他的吗 讨好父母 倒不如讨好他的女儿 他含义就是这样 所以啊 要把水给照顾好 要用水 金就不会给他 那么大的压力 他的事运 他的运程 他的钱财 他的成就 就会 一下子就升上来了 这就是 八字里面 五行 说的这个 不能不懂的 这叫用水洗目啊 用水 用黑色 蓝色 灰色 洗目 青色 绿色 当然 也包括着 蔬菜 多吃蔬菜 火呢 火就是 红色 粉红色 紫色 这个就叫做 火 这就叫做 火 所以 金水木火土 都要懂 如果是金呢 那就是白色金色银色 鑽石 鑽石 土呢 就是黄色 土的话就是 就是 黄色 黄色 米色 巧克力色 这些都叫土 啊 这些都叫土 啊 那么 啊 水 黑色灰色蓝色 当然 啊 嗯 水除了 这么用颜色 我们还有一种用法 啊 那就是 做事呢 要如同水一般 你看 在 当你用一个圆碗 去 装这个水的时候 那个水就变成圆形 融入 啊 融入 要很容易融入 一个地方 啊 那么水呢 是比较喜欢自由的 啊 水是 比较喜欢自由的 自由自在的 但太过于自由 就会放纵了 木呢 啊 木代表什么 木代表着 耐心 啊 金代表什么 干净 干净是什么意思 清洁干净是什么意思 做事 不管你做什么事 一定要清清楚楚 啊 一定要懂得 什么叫做清清楚楚 大家要记住 我是属木 我出生在秋 我喜欢的是水和木 那如果我是木 我生在夏天 呃 我生在四五六月 那可能喜欢的 就不是木 或者不是属火了 那就要看 他的八字的情况 所以这里是很重要的 啊 这里就是你的八字喜用什么 如果说我们看到我们的八字这个地方 啊 我们看到我们八字是身弱 不代表你身体弱 不是 是你的八字比较弱 因为以八字为身 不是你的身体 所以啊 八字身弱的人 千万不要遇到财心 或者遇到观煞心 这个时候会造成很多麻烦 那么八字如果是身强 哦 那 你就不要再遇到硬心 啊 不要遇到硬心和笔节心 啊 身强身弱 那是身强好 还是身弱好 但身强当然是好 啊 但是有些时候都没得说嘛 那么在这里呢 还要教大家 很重要的一课 啊 很重要的一课 大家要学好了 啊 好 首先我教大家 在这个地方 注意看啊 这个叫做 这个地方啊 叫春 记住 这叫 春 春 这个地方叫夏 这里叫秋 啊 这里叫冬 我们叫 春 夏 秋 冬 啊 春 夏 秋 冬 那么 春夏 秋 就是我们说的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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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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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 十二月 刚好 刚好每一个季节 三个月 就刚好一年了 你这个 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 也犯啊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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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到十二月 整一年没有犯太岁 太好了 这个时候就是你 敢敢冲 敢敢冲的时候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要敢敢去冲 不在现在冲 还等何时啊 大家要明白啊 春夏秋冬啊 这个时候要冲冲冲啊 要明白啊 那么犯太岁啊 就一定要拜 另外 你在什么时候转运 转运是不是转好运呢 不一定 但是你在你转运的时候呢 做一些转运该做的事 哪怕下来是恶运 倒霉运 它就会减低 如果是下来的运势是好运呢 它会增加 减低能不能减到零呢 说不好 说不好 为什么说不好 因为我们不知道 你平时有没有杀人放火 有没有无恶不作 那我们不知道 如果是善良的 那么不媚因果 不被因果 那就能够看到很好的成绩 所以有些人倒霉啊 是因为什么呢 他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男人 男人要以正才为妻啊 偏才为情人 啊 啊 女人 女人要以正观为夫 欺杀为情人 啊 这个要懂 好 那是不是代表 女人的八字正观太多 哦 我有很多老公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老公啊 东跑西跑 东忙西忙 是这个意思 当然 两个老公的几率还是有的啊 但要看情况 不能看到两个正观 就两个老公 那么女人的欺杀啊 这个叫欺杀 女人欺杀不可多 女人如果欺杀多 又跑到上面来 又跑到下面啊 哎呀 这个女孩子 这一辈子啊 就死在感情了 但她如果能够把感情给放得干干净净 她一辈子就成大就成大公 女人八字官萨不可多 为什么一直说官萨官萨 大家记忆 这个正观名为官 七萨名为萨 官萨不要乱 不要多 一旦多起来乱啊 叫砸 官萨砸乱 那这个八字啊 为情字啊 就很麻烦 爱的人永远是你 你爱的人永远不爱你 你不爱你的人永远爱你 你以为你爱他最后到最后 才会发现到原来不是那么爱他 你以为你爱他到最后才会发现到原来 这个人啊 是你很爱他嘛 最后他对你呢 一点兴趣都没有 就会有这样子的 模拟两可好矛盾的 那一个人八字要发财了 那怎么看 首先要懂得 他跟财心的关系 你要知道你什么时候发财 发大财 那要知道你跟财心的关系 比如说我要知道你的 你的这张卡能不能按钱 要看你的银行有多少钱嘛 那么我的银行有100万啊 为什么我只能按500啊 因为你的卡限制500 理解了吗 如果你的卡只有500块 而你的卡限制500块 能不能按出来 绝对可以 你的卡限制只能按5000块 每一次只能按5000块 而你的银行只有1000块 能不能按出来 你的卡限制只能按5000 你的卡限制只能按5000 那你的银行只有一千块 请问他能不能把他的1000块按出来 可以 所以要看什么 要看你这张卡是限定的 它的金额是多少 它拿出来的金额是多少 但是限定的一天只能拿多少是肯定的 明白那个意思吗 不是你的银行的问题 是你这张卡它的限定 不是你的八字没有财 是你的八字里面有一个限定 你不能拿太多多少钱出来 你只能拿多少钱出来 你不能过多少钱 你如果过就拿不出来 就是这样 我们通常去拿钱 如果你有10万 但是你这张卡只限定500 而你一定要拿1000 而你要马上拿到 你会怎么做 你有10万 你的卡只能让你拿500 但是你现在手都紧 你一定要一次就要拿1000 请问你怎么做 三星半夜啦 你不要说我去银行排队啊 你怎么做 看起来你们两个是富而代啊 改应啊 不可以改啊 他是定下来的 看来两个人都不缺钱啊 没试过啊 都富而代啊 11点58分我去拿 等两分钟后12点隔天了嘛 我再拿就解决了嘛 不是吗 很复杂 那各贴嘛 没有放 是不是啊 哎呀两个都是有钱人 嗯 这种小数字我都不放在眼里 有没有 身上都千千的啊 太吓人了 啊 用手机什么 用 用手机那个字什么 做啊 所以啊 明白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哎 哎 好 所以你限定 你的卡 是限定 只能按多少出来 但不代表 你没有那么多钱 明白 啊 你的八字有很多钱 但限定你按多少钱出来 就限定你只能得多少钱出来 不代表你没那么多钱 我的意思就是 你的工作一个月一百块 啊 一个月啊 一个月我只拿工钱一百 啊 五百吧 一个月我拿工钱五百块 那是不是代表你只能拿五百 不是啊 是你的工作限定了你只能拿五百 而不是你的财富只有五百 理解吗 理解 说到最终 那我的财富到底能够取多少出来 那就要看你跟你的财的关系是什么 也就是经常我们说的 那就要看你开的是什么户口 你去的是哪个银行 是工商银行 啊 还是什么人民银行 还是什么银行 你到底去的是什么银行 你开的是什么样的户口 他们有那种绑定的 中国马来西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 你开一个户口 它要你放 一千 那如果你每个月没有一千块 限定在里面的话 它会扣你三块两块五毛的还是什么的 你必须要有那个金额在那边 不管是一千也好两千也好 它有会告诉你说 你要保持maintain 要保持这个金额 有没有这样的你们 没有开过这样的银行 新加坡要小心哦 新加坡有哦 有一个你要问清楚哦 每个月有没有限定 就是30号 每个月的月底30号 它要看到你的银行有那个数字 有可能是500块啦 那低于500块啊 你要赶快去进钱 比如说400 赶快进100 500它都不扣钱 要不然它扣也扣不多 但是它有时候扣七块啊 五块六块的 还扣蛮多的啦 在那边不会扣到很多啦 但是你一直这样一直这样扣扣扣扣扣 至少都会扣完的 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 你要小心 你们的银行要注意 看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可能你们两个都不需要啦 都是富二代 这些都是纯金条的 是吧 所以大家一听明白了就知道 你到底有多少钱 和你能用多少钱是两码事 你有一百万 不代表你天天拿着这个一百万到处跑 那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的八字能够有一百万 不代表你的运有一百万 所以一定要看什么 要看你跟财的关系 你跟财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怎么看呢 第一 找到八字里面的财心 找到八字里面的财心 那怎么找呢 很简单嘛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字是不是叫正财啊 那不是找到了吗 是吗 这个字是不是代表偏财啊 找到了吗 所以这个财代表什么呢 土啊 你看这个是不是几是土啊 刚才有教过了吗 是土啊 我的财是土啊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好 你跟土的关系是什么 你看 这边写什么 仇啊 你跟财的关系啊 如同仇家一般啊 如同仇 财是你的什么 是你的仇家 我们说冤家 易解不易解啊 仇是什么意思啊 仇就是你需要借用别人的力量 才能够挣更多钱 这个就叫做仇 这就叫仇了 所以 首先第一个 你要看你的财是属什么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 你们的财心属什么 马上要知道 那就很简单 你看这里 你看 这边有写啊 有写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洋宅对不对 右边是洋宅 洋宅上面有青青色的啊 青青色的这些地方 对不对 好 你注意看啊 你看这个 祖星 这个祖星 洋宅这个左边有一个祖星啊 你往这边左边一推 看到正财和偏财 这两个字在一起吗 看在哪里 这两边 好 那他这边在告诉你 你的财属土 正财属土 偏财也是属土 你看 两个财都属土 他把土写在这里 你就知道了 我的财是属土的 那么属土 土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你看看这边 土对你来说是什么 啊 这边写着什么呢 仇嘛 对不对 土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仇嘛 意思是什么呢 你必须要借用人的力量 借用他人之力啊 才能得到大富大贵 这借力 因为 你跟他是属于是土的关系 啊 是属于仇的关系 不是土 仇的关系 要记得 只要 能够懂得这些的话呢 哦 那就 那就对于我们的财色 就方便多了 啊 啊 贵人 吉祥如意啊 还有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要多照顾原神 好像我们所有的吉祥物啊 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原神 我们所有的吉祥物 都是为了我们的原神 绝对不是为了自己 你买给你自己有什么用啊 买给你自己的原神 一个人会倒霉 就是因为他不会控制他的原神 你只要认识你的原神 哎我的原神 你看这里 我放大啊 你看我的原神是不喜欢金的 我要避开金 金是固执 金也是干净 它有很多种意思 所以啊 如果我八字喜欢金 这边金和水在上面呢 代表什么 你要整整齐齐 以整齐 以干净 以这个 呃 那个叫什么 让人看起来很阳光 啊 你做什么事情都会顺利 很重要啊 啊 今天 当然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哈 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 但是 你如果 多听几遍 然后有这一张纸 你肯定能听懂 啊 你肯定 保证百分之百 能听懂 啊 百分之百你一定能听懂 那么 有一些人想知道说 他的八字啊 有些人想知道 哎 那师傅我的八字 可以找到财位吗 可以啊 哎 那怎么找呢 很简单 你看很简单 对不对 这是你的八字 啊 在 右下角 这个地方 就是你的八字 啊 你的八字的 你们最后右下角 你会看到绝命 啊 绝命就是你最不好的位置 绝命很奇怪哈 他先让你好 最后才让你倒 这次是绝命 啊 让你好最后才让你倒 那么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叫五鬼 第二个叫五鬼 上面这个叫五鬼 五鬼那个方位 五鬼也能给你财运 但是呢 他给你的财运呢 是先苦后甜 哦 六煞 五鬼也是小人啊 也是小人 六煞 给你是非不断 六煞给你没有精神 六煞给你哈 有些人过马路不看车 你看为什么 就是因为六煞在作怪 啊 祸害 一听就知道 啊 容易遭受人家的陷害 那么 生气 最高的那个叫生气 生气 是代表你的大财位 天一是代表你的健康位 啊 这些位置 那你一辈子的财位在哪里呢 啊 你可以看上面 啊 这个 嗯 生气在上 你会看到东命 东室或者西室 东室西室 再上 你会看到啊 啊 洋宅 啊 洋宅再上 你就会看到你的财库 在你的住家的什么地方 那么 财位呢 就是你的南方 南方是你的财位 你的药石藏在哪里呢 藏在东北方 啊 药石藏在东北方 啊 所以也有财药 财位 啊 还有财库 那么 有些时候我们要知道你的财库啊 哇 你看啊 我彩色给你知道 这个叫财库 看到吗 啊 这个叫财库 当你看到你的财库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你的财库是属于哪个字 这个字 那么你就要知道你的命 八字里面啊 这个八字有没有财库 啊 如果你的八字出现了 这个字 这个字 这个字财库 出现在你的八字 那就很好哦 啊 对你这一声当中就 很好啦 好啊 好啊 好啊